这里介绍一下六祖慧能和神秀禅师 慧能和神秀是中国佛教禅宗历史上两位显赫人物 他们分别代表了禅宗早期的两个不同派别 及其独立的教学方法 首先来看神秀 作为唐代初期禅宗的重要领袖 神秀在当时的皇室和上层社会中备受尊敬 在北方他拥有众多追随者 是北宗禅的代表人物 神秀的教学侧重于逐步修行和寻寻渐进的觉悟 他强调持戒和打坐的重要性 认为一场生活中按部就班的修炼和精进至关重要 而慧能的出身和背景则与陈秀形成鲜明对比 慧能出身贫穷 未受过正规教育 尽管如此 他靠非凡的悟性和勤奋的修行 最终成为禅宗第六代祖师 并被誉为南宗禅的创始人 慧能主张修行中的顿悟理念 即一种突如其来的洞察和觉醒 他认为每个人本性清静 因此强调直接体验本性 而不必依赖严格持戒 进行教条式的建修建物